荡山产梨 在明清时就以明造一方 从当年的地方特产 到今天数十万亩的海内奇观 有赖于一段奇缘 八百多年前 黄河决堤改道 突然来到这里 流淌了七个多世纪之后 这条大河才终于 扬长而去 留下漫漫黄沙 吞噬了废弃的河床 没想到 这沙土疏松深厚 恰好适合梨树根系生长 草木不生的黄河故道 渐渐成就了一条梨花大道